果不果 看蜡行 橘子蜡行 我们来了 橘子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朱姨喜亚琪 我是露鑫 我是谢可怡的Shaking 接下来我们来挑战关于我最狠的30个问题 开始 那你们现在在节目里面 就是生活作息和课程安排是什么样 可能大家看到的公演训练期间还有非常多的 有试验啊 什么ID啊这些 突然一下这二十多天的那种拍摄量的 嗯 达到以前男孩拍摄量的一点级别 说我们大概有20个片没有什么宝宝联教 嗯 那大家现在说就是心里的选手 因为虞书心都逐渐变得愚化了 你们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吗 旧妈她是一个 比较能带有个人气氛的一个对 就是让她变得开心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虞书心画 而是像虞书心一样 外向画的 我觉得你们都没有说话 对 好真好 那她还有听雨昕说管那个虞书心叫舅妈 这是哪个梗 其实是在节目播之前 因为看了舅妈的一些演戏的片段 舅妈 我以为她演的是舅妈 她就是泡沫过的也很随碍 舅妈这个称呼显得她更加可爱 舅妈好 不叫舅妈 更叫舅妈 各位观众看节目会觉得 丽莎导师还是挺严格的 那你们有被她的严格吓到吗 从主题曲开始的时候 我应该是我们三人的感受最强的原因 当时进去学德纪学的时候 我还就准备用碳语跟她打招呼 Lisa老师真的 我当时 哎呦什么情况 然后开始跳舞的时候 一路就感觉她好干喘气了 就开始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但她一下课 就又变成了很可爱的Lisa 如果让你来看的话 你觉得女团的中心位的标准 应该有哪个 我觉得女团对我来说 首先不是说位置 的问题 首先是一定要 先台行表 一定要多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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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颜值 实力 团魂和路人员 对女团来说重要性的话 应该怎么办 努力拍动 在我这里 在我这里的话 原谘只是 为什么会变你 为什么会变你 就是我第一个是要团魂 没有团魂的团是 走路远远 走路远远 那我追他干嘛呢 那你们对节目结束之后 发展什么担忧或者期待 他自己出去以后 万一来喜欢我的人变心了 是那种不安全感 对于出道来说 担忧还是存在的 但是在节目里做的努力 还是要继续的 因为来这个节目就是想留下好多的 因为我会更多的会去憧憬 会去想着未来的话 怎么样我们可以在哪个舞台上面 然后我们怎么去创造个舞台 更多也会去想这些 接下来想问雨昕 就是你作为主题曲舞台的中心位 我说点耳背 就是你作为主题曲舞台的中心位 你觉得当初被投到这个位置 自己的优势在什么 然后当初被想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自己有没有一些顾虑 说实话 这个位置 就像当时说的 没想过 也是想过的 但是呢 总觉得风格的原因 会没有那么容易 站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其实压力比开心更大 然后呢 在那天要去改编中间一段 dance parade 我上去表演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有最好的模样 最美的地方 我住进你的心里 就是很多人说 rapper不是一个团体里必须的 甚至还有人说 唱片到不突出的人 才会去安排他唱rap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我理解大家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确实有很多 以前不太科学的一些办法 其他组的都选完了 每个组多出来的人 我们就拼到了这里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 为什么不选 而且我也不可以唱歌跳舞 是因为喜欢选个rap 现在会有些质疑说 可能是你粉丝基础比较好 才会有现在的名字 你一般听到这种说法 是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不会太在意这样子的说法 我也有换位思考一下 就是如果我是没有粉丝的人 也不会说特别的 好像我说完这句话 发现确实自己蛮自信的 看到雨漆在节目里 有长发的造型 所以你是不会抗拒这种 甜美的路线 其实不会抗拒 因为最难的时候已经度过了 我在出道的时候 我第一首歌曲 我讲究 棒棒 飞带着裤跟那种小背心 和肚子 我记起来非常非常可爱 男的男的歌吗 你怎么说话 人都没有 现在对于我来说可爱 其实应该更能够结合自己的风格 融入的更好 我说了可云是表演系毕业了 感觉你模仿功力还挺强的 能不能现场模仿一下雨昕和佳琪 我是刘雨昕 她是谢可云 哎 你今天你穿这么短 你是不是男唱歌手 啊 你是唱外表的时候 你是个刘海 你为什么都不笑 你在跟什么 你能不能说刘海 刘雨昕不是这个样子的姐姐 她还出来帮我画一张三八线 我平时看见的PK都是这个样子的 教跳舞的许佳琪 哪有魏可 你咬我 咬我 啊 除了S&A 同团的姐妹 你在这个节目还有哪些隐藏的游艺呢 太多了 那段时间还有那个什么蝴蝶学习小组 还有凤凰学习小组 太中文了 蝴蝶学习小组特别搞笑 后面就喜欢围着一圈 然后带到谁就抢街 比较配 合理比较配 就拿走了我的凶薯文 后来呢 Shake又给我了火锅 之前给我了零食 然后再起姐姐 又是挺喜欢你的 然后我就 到一个蝴蝶学习小组 这个是什么情况 我们有蝴蝶学习小组 先生的地方 我是组长 然后还有 柯然 刘凌兹 柯拉 米拉 还有谁啊 就是说没有我 我们就你们当时就死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哎呀 东西掉了 哦 是你的锅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有点傲了 我必须就给大家写申请说 首先由我这个组长先过一点 因为我们是有正式编制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 蝴蝶都不给人变色的JJ 有一点点那种饥饿 有点小 我只收七个人 从来没办法了 真的是那种 你知道那种求职性写爆了 我每天你在那里看 哎呀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你们我想 没事了 我们现在是很好笑 有没有觉得自己出道稳了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实力 和现在名次不符合 我觉得我应该更高 在这下有没有吐槽过节目主 太多了太多了 有没有一个人躲在厕所哭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素颜水平 能排到所有人里面的前五 有没有觉得我比旁边的人更美 我有点准 我觉得我太准了 我觉得你老牛了 我觉得刘老师今天比我没人闹 真的 刘老师是好看的 但是我就要睡觉 你们真的好看 有没有哪一瞬间后悔参加了这个节目 我有啊 我瞬间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活着 肯定会有一瞬间啊 以上回答没有觉得对方大谎 肯定会更四周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挑战 对不起啊 给你们宝货 给你们同样加油 同样